终于下课了 这下你们明白了吧 还是好好学下是吧 吃完西瓜拔牙 然后定准了时间好走 这个通过你这个舞蹈 我就发现 你肯定特别喜欢吃东西 特别喜欢 这超喜欢 要不然不能说跳舞 我都在吃西瓜 第一顿饭能吃多少 保守的来说 保守 这个 我说 不好意思说 反正我说 反正就是牛排啊 然后那些东西 然后 反正 我们跟我们选手 一起吃东西吧 然后经常跟那个 我们组的那个傅宇 经常一块 然后所以说 他应该知道我吃多少 真的呀 真的 然后但是我不敢说 他自己不好意思说 老话说得好 撒谎别满档乡人 有人叫傅宇的人 那个人知道他的底细 来我们掌声 有请傅宇 可以出口气了 我听一下 你好 你好 来来来来 我们来介绍一下 大村的朋友 傅宇 不叫傅宇 傅宇 傅宇 这几个字 真难说 这个大村子说了 说你知道 他的全部底细 吃饭这块 您给我们揭露一下 可以 那个记得有一次 怎么了这是 那个饿了 现在有一次 我们保护你 我们保护你 刚好你泡理 还有我 蒋介龙 我们三个去吃饭 刚好路过一个牛排店 他打折 非常便宜 买一赠一 买一份牛排赠一份 还送一份 然后呢 我们进去之后呢 我们三个就点上了 一边点了一份 然后呢 一会儿 一看村子不见了 他一会儿 拿着两个驴落火烧 进来的 我一看后 还有十个包子 牛排没上来 一会儿功夫 两个驴落火烧 十个包子没了 这是餐前的甜点 对啊 哎呦 我给你建了 开胃饼 然后一会儿 牛排上来 吃吧 吃吧 然后村子吃完了之后 他说我口渴了 你等我一会儿 他又去 花了七块钱 买了一大桶的 那个绿茶 大桶的 咕咕咕咕咕 一会儿就喝了 我就一个问题 你说谁接到 那我们三个 AA制 没有 从来都是我请他 他老是说 他卡里没有钱了 然后多次就是 八块多了 然后说让我请他 对对 现在该大村子 爆料赋予的事了 他完没爆完的 还有呢 他还没吃完的 这绿茶本来十分 喝完了之后 一会儿他翻那个菜单 又点了两碗粥 因为你他当中 喝了一瓶那个绿茶 对啊 把刚才那牛肉饼了 就把都冲下去了 对啊 所以说还得点 他又喝了 然后呢 喝了两碗粥 喝完了之后 他说服务员上来 我说干嘛呢 又点了一份冰沙 要了一份冰沙 咱三个吃个冰沙吧 双双口吧 吃完饭了 双双口 冰沙胖的来客 临走的时候 还有打包 而且他这一切都是 他吃完饭来的 对啊 我说你还要回去吃呢 他说晚上我还跑步呢 他吃什么 还要半鱼呢 对啊 我还要减肥呢 减完了再吃